我們來證明這個功能原理 功能原理就是說 這個Y-Linear對物體做的功 等於它前後動能的變化 這怎麼證明 這個功的定義這個樣子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會等於那個 F-MA 所以你是從第一個位置 到第二個位置 把一點點的功加起來 這個MA是等於那個MA 焦度的話呢 是等於速度 對時間的變化率 多等於DR 這個V是等於 DRDT 所以事實上這一項就是 位置 對時間的兩次微分 那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這個我把DT除過來了 因為這個除以這個 DOT的這個 那這個DT可以除過來 所以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R1 到R2 那這是DV DV DV就是說在DT時間 這麼小的時刻的 10距的那個速度變化 那DOT的多少 DOT呢 這個 10距呢 趨近一領的時候 就是某一個時刻 DR除以DT 往DR除以DT的話 就是某一個時刻的速度 這項就是那個速度 所以我就想著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R1到R2 這是V 多等於DV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V到DV 這個可以 寫成多少呢 這個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可以 這是R1 到R2 或者我就直接寫 第一個位置 第二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 到第二個位置 這個V的話 假設是物體 在三度空間移動的 那這個就好 這個就是 V1 VX VX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V 等於多少 等於 VX VY VG VG 那DV呢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DVX DVY DVG 那兩個群列機以後 都要就是 VX 乘以DVX 加VY 乘以DVY 加V乘以DVG 所以這個 這個是 VX DVX 加 VY DVY 加上VG DVG 這樣子 好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 把它看成什麼 看成是 VX 以VX 當變數 對那個VX 積分 所以這一項 是等於多少 是VX DVX 會等於 會等於那個 二分之一 DVX DVX 的平方 好為什麼呢 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DVX 平方 最 對時間 微分 這個就等於 這個就等於 二VX VX 對那個 時間 微分 這個就是 基本的那個 微積分 好 那所以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一項的話就等於多少 1到2 這一項就是 二分之一 好 啊那個 這樣子的話 我兩邊 DT把它給 約掉以後 所以DVX平方就是 2VX DVX 所以呢 這個DVX DVX 就等於 二分之一多少 二分之一 VX的平方 DVX平方 DVX平方 那加多少 加那個 第二項 第二項的話就是以 VY當變數 那VY DVY 依照這個的 跟這個情況一樣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 多少 二分之一倍的 DVY 平方 那這一項一樣 這項的話呢 就是等於 二分之一的多少 DVX 平方 好那這樣的話就等於 二分之一多少 1到2 DV DVX 就是 VX平方 三個三項合併起來 加 VY平方 加 VG平方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是 V啦 這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 數率的平方 就是 就是說 就是這個 二分之一 D 然後呢 V 平方 那DV平方的話 也可以把它看成 看成是 V.V 二分之一 這是 V V 也可以這樣看 好啊 所以呢這個 這個就可以把它寫多少 寫成是 二分之一 然後呢 1到2 D 不過這個有個M 這M 忘了寫 這裡有個M 好那這裡會有個M 那M 然後這個是 V平方 取那個 數率的平方也可以 或是速度 整個平方 整個平方 速度的平方 它的意思就是說 V.V啦 那這個上就是那個數率的平方 二分之一 M 1到2 DV的平方 好那所以呢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就等多少呢 就以V平方當變數 就以V平方當變數 V平方當變數的話 這個就是 二分之一 M 然後V平方 從1到2 那你就把2帶進來 2分之一 M V2的平方 加上 減掉 V1的平方 這樣子 這基本上是微積分啦 或者你也可以 像這個東西 你也可以怎麼看呢 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這個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是說 有一個啦 叫A B 到的B 我給它呢 微分 為了後面幾間喔 我就假設呢 它是T的 含數好了 TT 那有個那個公司啊 就前面尾後面不尾 就前面尾 到的呢 後面不尾 加上 前面不尾 我前面不尾呢 微後面 我現在 A B 都給它帶V 那就變多了 然後這個 D T可以約掉 雖然微分是廚房嘛 就兩個東西相處 那這D T可以 可以約掉 那約掉以後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 我A跟B都給它帶V 就 D吼 V 多的V 這裡就等到什麼呢 就V 到的D V 這個 V是V嘛 A也是V 就V 到的D V 這樣多少呢 A 到的 D V A是V V也是V V 就是我帶的V 就是我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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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我把它戴進去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V DV 那這樣我就曉得 D V.V 就可以把它寫成 V平方 就是V.V 這個就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兩倍 兩倍的V V.V V.DV 所以你V.DV V.DV 二分之一就除過去 二分之一就除過去 就跑出這個二分之一來 V.V的話 速度跟速度 它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夾角夾零度 所以這個是速率的平方 也就是說這個 事實上是等於DV的平方 那所以呢 所以就得到這個 現在你以什麼呢 以V平方當變數的話 這是E E對V平方積分的話 積出來就是V平方 V平方帶上下線的話 就是上線前下線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公次 公就是這個定義 公的話 一個例 對物體做的公 就等於它的動能變化 這樣就證明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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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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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